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棋牌新教设向起栏目 是要回顾一下向甲联赛走过的十年的真诚 其中我们要把它选出一些精彩的对局来讲解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讲题嘉宾是孙永珍特技大师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孙永珍呢为今天的讲解呢做了充分精心的准备 我们以前的讲解呢主要以对为主啊 讲解一些精彩的对局 以前是讲的当中也有很多精彩的棋局 有很多民局吧 那我们也回顾一下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解呢 一位选手是来自湖南的陈静超 另外一位选手呢是来自江苏的王斌 王斌也是成名很久了 是啊也是应该说比我们四小龙再年长一点 可能他的实力也是蛮强大的 但是他有运气也不好吧 有几次离这个全国冠军就差一步吧 难可现在期的 对他离冠军一步之遥 那我们下面呢就讲解这一句棋 因为这个从开局就进入了极力的这个争斗 我觉得在比赛当中还是比较少见 是啊很少见的 就是红方主动就是给卖给对手的一个空心炮吧 一般在对局中很少出现吧 下面我们就看看这盘棋的经过是怎么下了 好 红方先走 他是选择先人指路 冰棋禁一 对冰局 王斌也是冰棋禁一 这都是常见的招法 小当头 泡尔平三 泡尔平五 这也是王斌特级大师比较喜欢走的那种布局 红方斌三 敌一 好 直接 丁论相见 以前我这样的气 我感觉可能比较多的是先补个 就是因为人家对方已经挂中炮了 那肯定要马八进七 或者是 就是说兵不走 走马八进七 保住这个兵 或者走炮八平五 就是走成像猎炮嘛 猎炮 以后就可能形成那种对称的那种图形 但是他这样走 也是蛮凶狠的 就是我攻击你这个底下 那么黑方一定会对我的中路进行攻击 是啊 那么黑方肯定是要打 就是我们说的那种空心炮吧 空心炮实际上威力也蛮强大的 因为它可以构成很多种杀法嘛 炮五金四 就是比如说双炮那种重叠浆 比如说炮了金二 炮了平五 或者就是以后 假如他跟鞠 鞠配合 炮退回来 鞠走到中间 他会种抽紫什么的 产生抽紫的效果 所以说也是 如果被对手打成空心炮 也蛮危险的 以前我就知道 打空心炮一半 我就是宁愿就是放弃一个纸 也不愿意比别人打空心炮 所以说现在的对局也很少出现这种对局 那方蓝 冰山进一 把底象要抽局 是吧 炮三进七 炮三平一 那么黑方是不是补一个象 一般好像从这个局部来看 肯定要躲这个象嘛 或者飞象或者跳马 假如是比如说我们就随便举一个例子吧 马跳起来 那么这个空心炮有可能被红方赶走 那么红方肯定就马八进七抓他 抓中炮 如果是炮五退二 那么红方利用这个三路兵可以去驱赶他 如果黑的走炮五退一 那么红的就走炮八进二 跟你交换 你看黑的如果跟他交换了以后 我们算一下部数 炮八平五 炮五进四 两步 三步 四步 四手骑等于就被人家轻易的对掉 所以不太合算吧 本身这个黑方 这个炮很有攻击的手段 现在轻易的被对掉了 当然是不愿意 所以王斌特级大师也没有印这个七路象 他走的相当的强硬 他走了 炮二进二 利用双炮重叠叫杀 嗯 那么这个象你不躲 那我肯定要吃你了 炮三进七 打象 打象 江 江五进一 那就是必然的 对 这个不能 千万不能捕食 捕食 炮打只 对 先手叫江 抽居了 那么现在黑的是要双炮重叠江 怎么来印 是上老将 还是横冰 一般横冰我们不太会考虑吧 因为横冰 那让黑的就是马八进去顺势出来 嗯 一般正常的我们会应付 肯定会上老将吧 嗯 实际他是走了一个冰七进一的 我们先说说上老将吧 嗯 如果上老将怎么样 降五进一 降五进一黑的肯定要躲居了 他肯定就居有轻药 嗯 降五进一的用处就是为了要走 马二进三吧 这样出质肯定很快 那么如果黑的走完 居有惊药 红的一般会走马二进三吧 抓炮 嗯 抓炮 这里黑方有个手段的 有强硬的手段 也是那种 就是空心炮组合起来的那种杀法吧 嗯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他走 二平五 叫江 叫江 就看你这个老将 往哪里走 还是五平四 哎 你是要怎么样的选择 呃 我们就分别来说一下吧 假如走降五平四 嗯 因为他和这个炮可以躲 呃 防守的 嗯 那么黑方走居六平六 叫江 跑挖平四 很必然的 走必然的 红方这里 啊 黑方这里有一部 非常的妙的妙手 妙手成沙吧 嗯 走居六进五 弃居 帅四进一 哦 这么精妙 然后黑的 再把一路 居在 再 哦 再居一 进二 两个炮等于控制 红方的帅 不能往中间 他来 走到内道 来叫杀 要居一平六 叫江 那么黑的 红的只能 冰三平四 或者马三进二 防住这条线 嗯 假如走 冰三平四 黑的只一平六 那当然马三进二 马三进二 黑的再把那个八路 马又投入战斗 马八进七 将来硬的马七进六 就要 就你这两个只还没有动 等于我这边已经 勾成沙斯了 哦 非常的精妙 嗯 所以说这个帅五平四 不成立 我们先还原吧 然后 那么自然 平这个老将不成立 那么是不是往这边 降五平六平呢 如果走降五平六 嗯 会怎么样 黑方不是走 居酒平四 叫江 而是 先走居一进啊 为什么他 这个时候 他不能先叫江 先叫江 他挡住了 对 挡住 这里还抓住这个炮 对 他出老将 出这边 就是先手 是可以抓炮的 对 本来是老将 把自己的马路给堵 你炮一挡就马路堵住了 先居一进啊 看上去好像是被白痴那个炮 嗯 假如红的马三斤 我吃炮 假如吃 嗯 黑的不宜 居一平二 非常含蓄 嗯 这部实际上是隐含的沙匹 我居酒平四 现在一将 你电炮 我这里 居二 尽六 绝杀 可以说这个红的这个八路炮是躲不了的 嗯 那么红的要如果要应付这个老将怎么让他归位 就是安全的归路 这是你的九宫 如果走四六进五 补一手 嗯 那么黑的就顺势把这个炮吃了 还是先手叫杀 我这个居酒平四还是要杀 然后只能率都退一 嗯 那么黑的就居酒平四叫家 进家 那么现在黑的实际上是可以先居四进四抓 但他可以先走向三进五 把你这个三路炮先驱赶一下 再走居四进四 把红的中马出发式 嗯 那么就黑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说的盛世了 因为你看这个黑方的子力全部投入战斗了 红方两个支 应该是出动最快的 结果是动没动 嗯 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空心炮 它的威力啊 对 我们先把齐局还原以后 我们看看 走到炮尔金了 炮尔金了以后 既然上老将看上去都不太妙 那么怎么办呢 实际上红方是走了一个兵器进一 送兵 送兵实际上是给黑方就是一个知道错误的机会吧 嗯 送兵他看上去就是阻止你炮尔平五吧 对 那么黑的好像炮尔平七好像也是理所招 一样吗 他炮尔平七以后过来还是要绝杀吗 嗯 我们分析下来肯定是应该是走炮尔金一是最好的 嗯 实际上是走到炮尔平七的 啊 如果如果我们看看他如果是进上来的话 那红方怎么办呢 红方也只是唯一的一招了 然后黑的也是走鞠尔金啊 他还是同样的攻击的手段 那为什么这个不是多吃一个兵更好呢 那我们就看实战吧 嗯 这样的可能就是黑的红的鞠也要鞠一进二成的 也要上来 变化也比较复杂的吧 嗯 那我们就看实战吧 实战是炮 平炮 打兵 打兵 牵手吗 看上去 他看上去觉得差不多的好像 嗯 觉得你肯定也红的应该也要上将的 但是现在是不是多了一个变化 可以横冰了 对 可能就是多了一个兵器平六 这也就是他兵器进一的区 区别吧 将来上老墙 我这里也可以掩护 是吧 我这又割了一层这里你现在又不能马上呃 工具 他这部兵冲到过来以后 还有将来就是防止你将来炮物推啊 就压缩了你就退的空间了 只有退一步的可能了 嗯 冰器平六 那黑的必须要硬这个G了 人家打着你的G 那他能不能还是上来呢 上来呢 红的必须上来 还有一个好处 大家看到吧 冰器平路 平到这里了以后 好像间接的手都 哎 间接的还是掩护了老将 对 当中还隔着一个子 嗯 所以这个也是有他的作用的 好像是 现在是轮到 那这个T G二 他实在没有 他是走马八进九的 马八进九先手抓跑 如果G九进要红的 肯定马二进三 就G平二了 他说 跳马 跳马 踏炮 那么红的炮也肯定要打四了 炮三平六 直观的是躲炮是打四 嗯 这里呢 红方还就是交换了一下次序 因为他想先抓一下你这个中炮 先手 那么是这个马跳 还是马二进三跳呢 看上去这个马跳 好 将来这个马是不是要腾这个位置 马二进一 对 这个三老师是讲的 对 这个马八进七比马二进三好 好 因为他有这个这两个 两个点 对 他也就是惯处了 就是要把这个空心炮赶走 赶走的目的 那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 好 退 退的必须退 不可能交换的 嗯 然后红的 那也只能打四了 炮三平六 打着鞠 黑的我 一般的我们觉得总是下降是吧 对 因为打着你鞠 先手我退老将抓炮 嗯 又避免了这个打鞠啊 实战的时候 我王斌特级大师没有走 降五退一 而是先走了一个炮气进二 哦 凶的 嗯 他是等于先跟你这部次序交换 那你老将先表个态 对 如果我们先说 如果一般直观的肯定是走降五退一 这个有什么区别 看一下 降五退一 那红的躲炮那就还原了 那么红的这个时候 他可以不顾这个炮 嗯 可以说这个空心炮 就是这场整盘棋啊 就围绕这个空心炮 对 围绕这个焦点吧 嗯 一个要发挥它的作用 一个要把你这个赶走 嗯 那么红的也就像刚才上老师说的 马八进七 走马二进一 争取马一进三 马你赶走 把这个炮气了 对 那你吃炮 把你吃炮 这样我平四 那我就马一进三抓 抓炮 那现在 他必须躲 嗯 一般我们总共会平八的 因为平七 他可以马还是顺势往 那一般平八 那么红的也就走 就就把这个九路鞠 出来 投入战斗吧 以后将来就是他七路嘛 跳出去 这个八路炮可以降 可以降 因为黑的是单式单向吧 中间相对还来说 还是比较有点空虚的吧 不像双式双向比较 防守比较牢固一点吧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嗯 七了一个子 但是呢 换得了一个过河兵 对 还有吃掉你一个四一个下 嗯 啊 这样的局面 嗯 顺务正你觉得 形势判断是 我肯定喜欢下红的 我觉得还是可能红的占优一点吧 红的占优啊 嗯 看上去黑方是多了一个 只有握者的优势 但是这个还是得到了补偿 先说啊 嗯 好 我们把它还原以后 我们看看 嗯 实战他是没有这么走 实战的时候 我们刚才说了 王宾特约大师是先走 抛弃金啊 嗯 他很凶啊 这里劈不顾 我先要叫你老江表态 那么红方 那么唯一的 必须 进老江 上帅 嗯 然后黑的 架武推移 再抓跑 再抓跑 那么 红方 也是马尔精一了 先手 先抓一下 抓一跑 然后黑方去 批弃金 批弃金 他这部 抛弃金 前面我说了 不是架武推移 跟先走 抛弃金啊 他唯一的区别 就在于 不绕红的马尔精 一马一金三 可以赶掉这个 非常危险的空心炮 嗯 因为你这样吃了 他就吃上来 他因为是希望你炮多 这个 这个炮不重要 我画一首 还不录这个构线出来 对 还就是 这个焦点在这里 嗯 因为对攻的时候 因为鞠开出来以后 就直线的吧 嗯 威力非常大 这个时候轮到 红了走 嗯 红方 这个炮躲吗 继续不躲 红方 一般好像我们觉得 抓那边肯定得躲 炮溜推三 炮溜推三 实在没有推啊 对 实在走得比较出乎人意料 嗯 如果退的话 如果退 我想我黑方肯定 那边的纸肯定要 要动 走马二进三 那么红方肯定也要 G九平八吧 那么黑方也是 也次去 将来黑方呢 就是要围绕这个兵 嗯 就是走G二进四 或者走G七进四 啊 因为这个兵 消灭掉了以后 基本上就是 他这个空心炮就 站住 站稳脚 好跟了 嗯 好 我们把它还原以后 那么实在呢 他这个炮没有躲 这很凶 啊 我们看一下 比较出乎人的意料 他没有躲 那么没有躲 他的意思就是 你黑方 你也要加快速度 那我红方这两个G 也要加快速度 他是 这部级走的也是 非常的珍妙吧 嗯 走G一停啊 啊 抢出G 抢出G 那么 他因为这里有一手 这个是先手 你这个炮没敌发 他的妙处不是在于 呃 就是不单纯的在于 G二进四抓炮 他单 因为G二进四抓 黑的有可能走炮七退一 还可以阻拦一下 他还有 他的想法就是走G二进三 抓这个炮 嗯 去抓这个炮 利用这个马再去赶你这个中炮 嗯 所以说这部走的也非常的有想法吧 嗯 那么 我们的黑的必须走降平四 然后红的走G二进三 G二进三 抓炮 抓炮 炮 炮 炮七退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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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马一进三 赶走你的比较厉害的那个空心炮 嗯 他就是说我抢的速度 这个炮不要了 这里加坏速度 对 那么黑的你不愿意躲 还是继续要加固这个空心炮 嗯 炮七平五 嗯 那这个马坏了 马三进五 马三进五 黑的炮五进四 啊不黑的先去进一把 叫江 叫江 降五退役 降五退役 炮五进四 炮五进四 看上去还是一个空心炮 嗯 G二进一继续赶这个空心炮 继续赶 嗯 这个思路他就是为了G二进一抓 你躲 他飞翔 就是已经把你赶走 嗯 但是如果你看还有更好的手段 更强有力的手段 是吧 利用这个事啊 他是一个故事比较 嗯 可以走G二进 先爪 先威胁一下 你有个事 那你肯定要 对他肯定要补一下 嗯 然后你再抓一下 就是把这个位置固定了 你这个散开的起没有了 对 这个炮你就移动不了了 嗯 那这个黑炮没有位置可走了 是啊 被抓死了 如果你你怕被抓 你躲开 那吃了事 在G兵配合都会也很厉害的 嗯 所以如果说洪方 曾经超 如果直接走这个的话 我觉得更责观 更简洁的就可以得会这个值了 对 我觉得应该是更完美的吧 那他这样走也是不错的 也蛮好的 嗯 但是往往这个错误就是一点一点的 积累的 本来你是大胜 你可能就变小胜 小胜有可能就变合起 最后就有可能输 啊 对 这个也是经验之谈 走G兵 我们还是继续 看看看实战吧 嗯 那只能黑的炮五平气了 嗯 打着像 那么黑的 红的像七进五 炮起吹死 炮起吹死 这样好像这个 我要这个 就是从第三个回合就开始 七空心炮 然后到现在应该说 这个焦点的争夺已经告一段落了吧 嗯 那我们分析一下 啊 孙永泽啊 看看现在的形势 双狙马炮 其方是双狙双马双炮 那么 你判断一下形势 我觉得是 从子力的清点来看 我肯定是黑的多一个子 但是少了一个单时单下 嗯 而且这个红呢 已经过了一个过河冰 嗯 这个价值肯定要升值 对吧 嗯 那么我觉得现在应该说是红的好 红的优势啊 红的部署上一个优势 还有一个啊 他就潜在的这个地方 嗯 你看这个 进三 这个编马是孤马 好像 没有人掩护 而且这时候还轮到红的走 好 果然红方 居二 进三 居二 进三 对方 王兵也很顽强 居一 进二 好像多了一个子 我就把这个子对掉 哎 那个保持 就是自己有多子的这样的一个优势 那红方肯定不愿意对 肯定不能对 那么急住 炮 霸 进五 急 继续要威胁这个九路的孤马 嗯 黑方 居七平 抓 抓 红方 总共不能对居吧 居因为 我们知道这个一般黑的少四少下 两个居的威力肯定比一个居的威力还是强一些吧 嗯 因为针对故事嘛 所以一般不会去轻易的对 对居吧 炮八瓶六 躲一下 炮八瓶六 看上去这个马好像死到 吃马了要 嗯 但王兵走得相当相当的顽强 我觉得啊 哎 他走了一手向三进五 向三 松下 就是说我现在是下放在你居的头里 我这里抓炮 如果你吃下我这个马就解困了 对 这步走得确实很顽强 嗯 真的是也见他的功力 真的是功 像这个时候我们一般会觉得能够上市吧 嗯 上市 如果上市抓他就冰流尽 冰流尽 这个马还是死的 他想到这个相三进五 非常好 这个就是说在困难的形式下 怎么顽强的来拼搏 这个就是 我觉得王兵这一早期 其实也是给我们演示了一下啊 他的顽强的意志 顽强 等待那种奇迹的出现了 嗯 等待对手的犯错吧 嗯 这个形式的判断肯定是红的好 红方又是 嗯 那红 红方不能吃相 刚才山老师已经说了 就是马要跳球 只能冰流尽一 冰流尽一 保住 那这个相的妙处看出来了 下午退期 把这个毛 马给保住了 是啊 走的相当的巧妙 动了一圈 嗯 很顽强 也正是由于黑方的顽强 让红方好像感觉好像一下子进攻的思路好像找不到了 他又要长考了 啊 长时间的考虑 然后补了一个四六进五 本来以为这个马抓死了 马杀就赢了 嗯 四六进五 现在又长时间的要进行 走上了 准备把这个九路鞠调出来 嗯 投入战舵 但是我觉得这个上市啊 可能还有一步比他更积极的一种走法 这些马跳出来是吧 对 我们说了上市他也是为了G九平六出局 那么我们说马七进六 我们就可以走G九平七 嗯 一可以G七进六 吃这个足 还可以G七进三 来攻击这个七六炮吧 更活啊 那但是呢 由于没有想到他在飞向下向以后呢 他可能也是有点紧张了 没有一个事 没有一个事 也是不错的 嗯 上市 四六进五 三二六 嗯 抓炮 抓炮 非常好 这个没有躲 他因为你 我躲的话 这个这个炮也没有好的位置 他现在是加快速度 G九平六 就是欺负你 你不敢吃我的炮 对 欺负他 吃了他冰六进一冲下去 太凶了 嗯 那么 降四平五 躲一手 降四平五 G六进四 准备转移到这里抓炮 那么黑方就完了 那么怎么办呢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王丁也是 虽然离冠军一步之遥 但是曾经获得过全国格林锦标赛的亚军啊 他的实力也是很强大的 他不会投降任父的 那怎么办呢 现在怎么来解决这个炮的问题呢 我们来看一下 也得想一想 嗯 他是选择了非常顽强 G二退期 二退期 G跟炮走着一条直线 嗯 就是你现在抓我下个四 怎么保住 啊 相当顽强 又让红的找不到方向了 怎么进攻了 红的又又敞好了 他是抓中兵了 G六平五 也走得蛮灵活的 嗯 因为你这个现在抓他可以下四 没关系 黑方现在也没有任何起格走 这个炮在嘴里面不能吃 吃了兵拱下去 受不了 是啊 这里要打通 怎么办 他也就是谁一走了一步吧 冰球精一 活通马路 对 G五金二 G五金二 消灭一个有胜力量 嗯 G一平二 G一平二 红方 马七 金六 把马还投入战斗 嗯 看上去红的应该是 局势真的是大于我 嗯 那黑方怎么抵抗得了呢 我在想啊 我觉得也是只能见招才招吧 啊 下五平四啊 先先先先补一手 对 看你怎么进攻 我再怎么防守吧 马六进七 吃兵 马六进七 吃兵 只能躲局了 后局 二平三 二平三 实在是走了一个四五推六 嗯 四五推六 它是公不忘守 补一手的意思 对 先防守一下 实际上这个地方 实际上是应该说我们 已经 红的已经这个位置 主行 我们就说 形状已经组合得很好了 嗯 实际上黑方的防线很脆弱 那么我们现在想想看啊 观众朋友们想想看 很脆弱了 那么怎么来 就是我们说的 林门一角 马上 对 能够攻击 取胜啊 有没有办法呢 我们来看看 肯定是有办法的 那么我们分析一下啊 现在你看这个 紫离双鞠 马炮都已经在 我们说足球 就是在这个 球框的边上在转了 已经基本上要进入禁区了吧 嗯 实际上这里是最危险的 最剥落的 最剥落的 嗯 实际上我们说了 王斌退区要是 也是走区要退区 也就是为了防护 免护 嗯 对 那么刚才说了 因为鞠不能凭这里 他有个闹事什么的 嗯 实际上这里有一部 我们说走鞠五平寺 空走一步 看上去没有直接抓任何指 但他下一步很厉害是吧 下一步走鞠四斤二 啊 把你这个七路炮赶走了以后 再利用这个二路区啊 再去二平三 因为欺负你 这里面少一个事嘛 嗯 所以说看上去这一手是空的 没有抓任何指啊 但是他暗护的下一手 居士金啊 太厉害了 如果能够走出这一手 我估计就是应该要挑些投降了吧 嗯 是的 但是 因为这里 呃 马炮兵都把两个鞠给封住了啊 是啊 我是不怕 嗯 你有攻击的手段吗 对方应该也没有什么攻击的手段 对方那个字还没出来了 嗯 好 我们看一下曲十三当中 他没有看出这一手鞠五平寺 将来 对 就是经浪的这一手鞠 我没看出来 那他走了四五鞠六 也不算错 是吧 他说共不忘手 先防守一下 先防守一下 对方 鞠二平三顶住 顶马的好处就是为了将来马尔进一 可以对直 先消对一下你的那个进攻的指令 红方向我推进 红方好像一直都没看到这个手段吧 嗯 下午退七 他是把老江暴露出来来助攻是吧 对 黑方马尔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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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马不可能轻易的对 对 马尔进退六 逐一进一 像七进九 赌一手 他始终还 始终也看到这一手鞠五平寺 他红马走得比较悠闲 然后黑方走 居三平啊 前居平啊 黑方的思路就是要找你对子 他利用多子嘛 他就一直 将来准备马跳出来对的 对 好 这个时候啊 先手方 曾经超 他看出来了 看出来了 因为毕竟都是顶尖的高手啊 赚了一千 可能我估计也有时间的因素啊 走到三十回合的时候 他有点时间比较刺激 一兜圈子以后有时间了 他看出来了 嗯 发现了 他走了这一手 本该几个回合以前就该走的 居五平寺 对 还不晚 这里也 这部棋始终是非常地厉害 还不晚 这手 下回应该要居四金啊了 怎么办呢 黑方 黑方 我觉得也没办法吧 只能按既定的方针 就是找你对子吧 嗯 那么 红方也不管不顾了 就居四金啊 就想把你的炮赶走 然后走居二平三 嗯 黑方没办法了 这个七路炮躲不了了 嗯 怎么防守呢 也蛮顽强的 他他走了个马尔退四 哦 七环一个指 七环一个指 那么红方肯定走 去四平三 他马射一个圈子 都回来守住这个像的位置 真的是很顽强 保住这个像 红的必须躲炮了 炮六推二 红的炮六推二还影子 现在我们看 也应该是红方 应该是盛世吧 炮六推二 领服的 橘三金 因为这个橘 橘 橘是千柱的 他挤了 挤一下 橘三金三 黑方也没办法 橘三金三 橘三金一 私底下 撤一下 没办法 马六推七 七环 交换 橘三平八 橘三平四 这个交换以后 不是你是橘双马 我是只有橘马 为什么说还是红极好呢 我们要分析一下这个形式 现在黑方两个马的速度比较慢 所以形式还是红方好 我们看一下红方马六进八 马六进八 准备居马冷招 居四进五 较加 将五进一 他将了两斤 凑了一下部署吧 嗯 那么必须硬降 降四平五 他也管不了你吃马 嗯 那红方走得更加凶 马八进七 降五平六 降五平六 居八进二 较加 应该是马七 马吃四更好啊 这个走得有点漏 四五推四 他以为这样赢了 赢了 想不到这个问题来了 想不到对手还有一个 居四退八 非常的好 这非常好 嗯 那现在变成有可能要合了 马六退八 马六退八 降六进一 看着你不能吃马 马八退七 嗯 降三进五 降三进五 马七进一阵 哦 马跳出来了 居八平一 干马 马九退七 他双马结成连环 居一退四 但是这个合起应该还是有的 应该说是还是红的好一点 优势成和 但他决定啊 优势太大了 不愿意吧 这个时候啊 因为如果马踩针就合了 那么他马七进八 我们看一下 问题来了 降六平五 降六平五 向九退七 连向 马六进五 降五退一 马五进六 我 居一平六 居一平六 马七进六 好 观众朋友们 走到这样的形势下 黑方呢 看上去呢 何其在望了 但是红江啊 从圣 现在到河 突然脑子发昏 忘记时间了 忘记时间了 结果超时判放 哦 观众朋友们 这一期啊 杀的难解难分 非常精彩 最后由于红江的超时被判放 啊 今天我们这个精彩的回顾就介绍到这里 银 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